而凯米台风在今天升级为强烈台风 也即将成为8年来第一个登陆台湾的强烈台风 在今天凌晨2点台风触录之后 凯米台风就放慢速度 在外海以V字形打转 气象鼠表示不排除凯米台风影响台湾的时间会因此拉长 甚至凯米还一度出现了双眼强 增强的速度非常快 前气象局长证明点也说凯米台风狭带的新南气流 和2009年的莫拉克台风类似 凯米台风逐渐靠近新北淡水老街也下起大雨 平常热闹的街道更是冷清 那可以看到说其实一整排老街望过去呢 其实蛮多店家都已经在自己的铁卷门大门口 这边是做好防台的准备 店家堆起沙包防止雨水灌进 又因为适逢年度大潮河水暴涨 把楼梯都给淹没 觉得反而这样比较安静 我们觉得反而这样比较安静 然后挺好玩的 可别因此掉以轻心 因为这可是八年来第一个登陆台湾的强烈台风 凯米台风二十四号凌晨触入后放慢速度 在外海V字形打转 还一度出现双眼强的特征 从雷达回播就能发现台风也出现内外圈的情形 这表示台风增强速度快 甚至已经达到了最高峰 那过去这一段时间其实我们也观察到 似乎有内眼墙跟外眼墙逐渐在形成的一个过程 但是整体来说它内外眼墙之间的区分 还没有说非常的明确 因为有时候还是会有一些雨带连接起来 前期巷局长正名点还发现 凯米长长的雨带和2009年莫拉克台风相当类似 主要是两个台风环流较大 外围环流和西南季风符合带 会为中南部带来豪大雨势 像是莫拉克台风 当时在加以阿里山五天总雨量 累积超过三千毫米相当惊人 大概也是很有机会 就是会有机会引进来这个西南汽油的这个状况 只是说目前看起来它的规模 是没有达到当年的莫拉克的程度 那这一次的这个凯米台风的话 是四天的预报的总雨量是一千八百毫米 凯米台风带来风强宇宙 民众不容小觑远离山区海边 把天然灾害的伤害降到最小 华视新闻台北新闻报道